大家好,我是喵妈 自从上次拍了那个种植箱的视频之后呢 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一些关于这个种植箱的问题 然后我现在总结了一下这些问题 就同意回复一下大家 我种菜有一年多了 一开始只是用这一些盆盆罐罐去种的 这些都是捡回来的,这些不用钱 就想着说种一些给我儿子吃 然后吃一些比较放心的菜 后来就觉得说自己种的菜比较安全好吃 然后陆陆续续就添置了七个种植箱 这个是我第一个买的种植箱 这个的话是310块钱一个的 宽度60,长度1米8,深度是22的 这个用了有大半年了 再到这三个 这三个长度是195 宽度是78,深度是23的 这个是200块钱一个 这些也用了有半年多了 也还挺新的 还有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78乘78的 这个深度也是23 这是93块钱买的 这个我主要是用来育菜苗 这个菜苗刚好前几天被鸡跑出来给爬死了 再有就是这个盆子 这个盆子是30块钱买的 在市场外面买的 然后这个也用了有大半年 这个主要是种点艾草 还有就是这两个 这个呢就是上次拍视频的那个 这两个长度都是1米95 然后宽度39 深度是也是39 因为呢要种这个百香果 所以呢就特意买深了一点的 这两个都是17一个 然后呢就是这一个种葱的小盆子 这一个的话是20块钱买的 最后是这一个用水泥砖器的这一个种植菜谱 这个菜谱呢长是2米多一点 宽呢是1米8 深度是25这样子的 当时总共买了30个砖 然后呢一个砖是4块5 还买了三包沙子和一包水泥 总共是花了200多一点点 但是呢因为这一边是连着这个种植箱的 所以说当时也只用了10个砖 水泥跟沙子也是只用了一点点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种植箱总共花了多少钱 这个数据得出来了 第一个种植箱总共花了1343 加上这一个200多块钱 再加上那两个在市场上买的盆子 总共就花了1600这样子吧 第三个问题是 有很多朋友问说 用这些种植箱送菜会不会有质 然后这个种植箱的话 它的材料是巨饼漆 巨饼漆是没有质的 第四个问题是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这种种植箱能用多久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不知道它能用多久 因为我最久的也只用了大半年这样子吧 第五个问题是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这种种植箱会不会漏水 然后这个种植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漏水的 但如果说你浇水浇的太多了 那么它就会从这个缝这里 水就会溢出来 但你如果没有说浇的太满的话 这个一般都不会漏 第六个问题是 有很多朋友说 你有那个钱买这个种植箱 还不如就用几个这个泡沫箱种一下就可以了 实际上呢 这个泡沫箱虽然是便宜 但是说这个泡沫箱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说它会很容易掉这个泡沫粒 看看掉了很多在这个泥土里面 这个是很不好的 还有就是我家有养猫 猫很喜欢抓这个泡沫箱的 最后一个就是 从美观上面来说 这一个种植箱看起来要美观 还有就是整洁很多的 这个种菜你不仅仅是说为了吃 还有就是一个有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种植箱它是 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吧 第七个问题是 有的朋友说用水泥砖器 比这一个种植箱好多了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也是见仁见智吧 我觉得说它们各有各的好处 种植箱的话 它这下面是镂空的 这个是对这个楼板是 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这个用水泥砖器的话 你没办法镂空 它就长期是堆在这个水泥板上面 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用这一个水泥砖器的 确实这个成本要省很多很多的 第八个问题 就是有些朋友说 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个种植箱 这个钱都可以买很多青菜了 这个问题我只能说 这只能代表你个人的想法吧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就与你这个问题 我自己就做了算了一笔账吧 因为这个第一 这个种植箱只是一次性的消费 再一个就是说 我家的话一天是做三顿饭的 而且我是每一顿饭必须要有青菜 按现在市场上 青菜最便宜都要两块五到三块钱一斤 贵的都要五六块钱一斤 甚至七八块钱一斤 然后呢按这一个 也就是说我一天青菜的平均消费 最低都得五到六块钱 甚至就是十块十多块钱这样子 一年下来这个数就不得了了 但是现在我种菜了 我都不需要买青菜了 还有就是说我现在还没规划好 如果说我以后规划好了 再种一些瓜呀豆啊土豆啊 还有像那些什么豆角什么的 青椒西红柿这些都种放了 那么我是完完全全 连这一些我都不用买的 你说这是不是省钱了 最后就是说 我自己对种菜是有很大的兴趣的 本身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 加上从小是吃 我妈妈都有种一个很大的菜园 我们都是吃那个自家的菜 真的这个菜的那个味道 跟你买的菜的味道 那个菜味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吃很多 菜味浓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没有这个农药 没有化肥保鲜剂这些 这些又放心很多很多的 加上这个我想中国大部分农民吧 都是有这种对这个土地的这种 由衷的这种热爱吧 所以你只要看见都想种点啥的那种心情 可能你们有些人可能是无法理解的 再有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不需要去考虑太多这种 就是说值不值得的这一些 最重要考虑的是 第一你对这个东西感不感兴趣 第二是你有没有时间去种这个菜 有没有耐心去打理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就这样子 拜拜